侄女起了一身水痘 嫂子说是体内郁节的煤气 要全挤掉排毒 我劝说嫂子挤破后会留疤 亲自日夜照料 才保全孩子脸蛋 后来侄女每每受挫 嫂子都会说 就是因为你小时候没毒没排进才会这样 要怪就怪已孤 侄女因此恨毒了我 偷拿了药 让我心脏病发作惨死 再睁眼 我重生回到劝说嫂子的那天 看着侄女长满水痘的娇嫩小脸 这次我选择沉默 我从未想过会死在自己的亲侄女手里 还是在她邀请我观看演出时 李妙妙穿着洁白的芭蕾裙 居高临下的看着倒在地上的我 姑姑 我终于当上舞团的领舞了 你怎么不为我开心呢 我捂住发痛的胸口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妙妙 杨香 李妙妙从身后掏出空空的药罐 姑姑是在找这个药吗 可惜已经没有了呢 她嘴角勾起一丝冷笑 要不是你害我小时候的没毒没排进 我怎么会处处被人压一头 迟迟都不了近生 我怎么会被妈妈嫌弃 妈妈怎么会只爱弟弟 我的眼角不禁滑过泪水 好啊 我一手带大的孩子 竟是这样一个白眼狼 李妙妙是我哥的女儿 也是家里第一个小辈 十岁那年 她得了水痘 浑身上下长满了弄泡 这本不是什么大事 可嫂子非要说那是体内积居的煤气 必须全部挤破排毒 我怕孩子脸上流疤 连忙上前劝说 甚至还主动揽下了照顾侄女的重任 七天七夜不眠不休 在我的百般呵护之下 妙妙白净的脸蛋上 没留下一丝疤痕 后来嫂子又生了男孩 对侄女越发爱搭不理 稍不如意就各种打骂 享受没排进没气的配香货 真是悔气 青春期的女孩本就敏感 侄女也变得越发沉默寡言 我实在看不下去 就把侄女接近了城里 也曾受过重男轻女迫害的我 格外心疼妙妙 我教她自信 教她独立 给她买最好看的裙子 还给她暴露舞蹈班 我自以为待她很好 却没承详她恨毒了我 觉得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为了报复我 她拿走了我的药 还设计又是我心脏并发 求生的本能让我向她伸出手 然后又开始痛苦地抽搐 李妙妙冷眼看着我 不动声色地拉开与我的距离 姑姑 别怪我 你不是最喜欢看我跳舞了吗 这是我特意为你一个人安排的演出 李妙妙拎起裙摆走上台去 点起脚尖 我的呼吸越发急促 心脏随着她旋转跳跃的脚尖不停抽动 疼到炸裂 周边的空气仿佛都跟着音乐抽离 我渐渐失去了意识 我好像死了 然后作为灵魂飘荡在空中 我看到李妙妙走到我的尸体前 踢了两脚 确定我没了声息后 才装作惊慌失措的样子大叫 来人啊 救命啊 她哭着对例行询问的警察说 都怪我练习练得太投入了 竟然没发现姑姑的异场 姑姑一直都有心脏病 平时都是吃药治疗 谁知道在医生宣判我死亡后 李妙妙更是哭得生死力竭 整个人瘫软在地上 医生我求求你 求你再救救我姑姑 怎么会这样 姑姑你还没看见我第一次领悟呢 怎么能就这么先走了呢 从前我竟不知李妙妙的演技这样好 这么一个梨花带雨的小白花 任谁也不会怀疑到她的身上 我在空中看着这一切 心如死灰 我死之后 我那个重男轻女的妈 像争性的哭了一两滴眼泪 转身就乐呵呵的收几分的钱 至于我哥和嫂子 他们得知我死后 李妙妙不占了房子 忙不迭地带着小儿子赶过来 一家人亲戚热热 好不幸福 突然 一股强大的引力将我吸走 什么声音在耳边回响 这都是孩子体内预及的煤气 全击掉就好了 思扬 我妈着急的声音 不停在耳边回荡 周边声音变得越来越嘈杂 伴随着心脏的抽痛 我睁开眼 嫂子正一脸嫌弃地看着李妙妙 侄女白净的小脸上 长满了水痘 臊痒难耐的她 憋得满脸通红 我大口喘着气 下意识摸着胸口 许久才反应过来 我好像重生了 重生到了劝说嫂子的那天 思扬 你快看看 你侄女是怎么了 一家人都把目光头向我 嫂子率先开口 满是鄙夷 问她 她个没生过孩子的懂什么 上一世 我担心孩子脸上留疤 疯狂阻止 嫂子不仅不以为然 还觉得我是在下她面子 在那之后 嫂子不仅把照顾孩子的任务甩给了我 还屡屡到的等价 毕竟妙妙也和我血脉相连 曾经的我 真心把她当作自己的孩子疼爱 谁承想换来的是这种结局 想到这里 我微微一笑 嫂子说得对 小孩子家家的事情 我哪里有嫂子懂得多 嫂子文言满意点了点头 拿起针在烛火上聊了聊 妙妙 过来 侄女看了我一眼 眼神里似乎有点惊讶 然后乖乖地朝她妈妈走去 既然母女两个都认为这是梅毒 那就挤吧 晚上 我被门外的声音吵醒 打开门缝看去 是嫂子和侄女在客厅说话 疼痛加上臊痒 使得女孩痛苦难眠 妙妙乖 睡着了就不疼了 嫂子嘴上安慰着 身体却离得巴掌远 妈妈 李妙妙顶着伤口泪水连连 我好难受 你能给我讲个故事吗 讲什么故事呀 那都是小孩子听的 嫂子文言皱了皱眉头 排毒是会有点难受的 等你没气都没了 就能变成最幸运的宝宝了 乖听话 赶紧关灯睡觉 屋里的灯被强行熄灭 我日日夜夜贴身照料 还为了哄她入睡 上网搜了好多儿童毒物 冒着被传染的风险 将她揽入怀中 听说清水可以缓解臊氧 我就在她睡后 帮她一点一点擦拭 后来她好了 我却大病了一场 说来好笑 嫂子离得远远的样子 像急了我倒在地上时 藏起药瓶的李妙妙 我下意识地捂住胸口 仿佛心脏下一秒 还会一阵抽痛 是妙妙呀 姑姑睡了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我在黑暗中回复道 第二天 嫂子不由分说地 把侄女拽了起来 睡睡睡 都几点了 还不赶紧上学去 李妙妙两个脸蛋通红 被挑破的伤口 甚至有些要发炎的迹象 妈妈 我真的难受 能不能休息一天 上一世我带着李妙妙 她生病时 也会这样可怜巴巴地看着我 李妙妙生得可爱 每每我都忍不住拜下阵来 甚至还会请半天假陪着她 她 一个响亮的巴掌 落在了李妙妙脸上 原本通红的脸蛋迅速肿了起来 上学学费那么贵 我看你就是找借口 小小年纪的不学好 竟学人家扯谎 就是因为你天天不听话 身体里才这么多没气的 赶紧给我上学去 嫂子怒气冲冲地喊道 李妙妙一边哭一边背上书包 经过我时 向我投来求助的眼神 嫂子 我开口说道 怎么了 嫂子有些不满 她向来不喜欢我管她家的事 之前因为我多嘴 还和我哥闹了几次 姑娘家家的要面子 我这有个口罩 让妙妙带着去上学吧 我想我此时 表现得一定很善解人意 因为嫂子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情 连带看我的眼神都赞许了很多 最后 李妙妙兴性性地戴上口罩出了门 中午 嫂子做了一大桌子菜 今天什么好日子 我疑惑地问 嫂子向妈使了眼色 我妈犹豫着开口 撕咬呀 你看你现在出息了 在城里买了房子 你哥和你嫂子他俩上一试 哥和嫂子一个劲都哭穷 天天窜多了我妈 找我要钱接鸡他呀 我想的都是一家人 他们养孩子也不容易 便借了点钱 这一切不打紧 不仅从未提过还钱 甚至还借出了仇 妈 那房子是贷款买的 我自己手里也没剩多少钱了 我假装无奈地说 都是一家人 现在你哥困难时 你帮帮他 交来我一走 你有什么难处 不还得靠着你哥 妈见状语气变得更加轻柔 轻轻劝说道 活了两世 还是我第一次见我妈 这么犧牲稀气地对我说话 为了他那宝贝儿子 妈 不说这些了 我那边还有点事 就先回去了 说完 我便放下筷子 拿起车钥匙就要出门 场面一度陷入尴尬 嫂子的电话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哎 我是我是 什么 妙妙在学校晕倒了 嫂子的语调极为夸张 目光扫向我这里 我叹了口气 毕竟这一世的李妙妙 还是个无辜的孩子 我答应了把他接回来再走 谁知刚到学校 老师就劈头盖脸地说了起来 你们这些年轻人是怎么当家长的 孩子骑水痘了 还送来上学 传给其他同学怎么办 李妙妙瑟瑟瑟发抖地拉着我的衣角 偷描着我的表情 上一世 我把侄女接到了城里上学 她的学习成绩不太好 我去开家长会的时候也听了不少数落 回家教育她时 偶尔也会急眼力色 可如今 这和我有个毛线关系 道歉安老师 我打断道 我只是受孩子家长所拖来接她 您的话 我会带回给她家长 我还有别的事 就先走了 老师摆摆手 示意我们赶紧离开 李妙妙赶忙背起书包 离开办公室 等一下 老师想起什么叫住了我 上周李妙妙同学 报名了线舞蹈团的选拔赛 是个好苗子 领导挺满意她的 我看她脸上的水痘 有发言迹象 还是提醒她家长一下 千万小心照料别留吧 舞蹈团 什么舞蹈团 上一世 李妙妙哭着缠了我很久 我才给她报舞蹈课 因为天赋较差 她练习一直屡屡受挫 就算在我的鼓励和支持下 一直坚持 练了八年 也不过看她进入业余舞队当领舞 这一世 她怎么会这么轻松地 进入线舞蹈团 我猛然一惊 莫不是李妙妙她也重生了 透过后视镜 我看向十岁的李妙妙 仿佛透过她 看到了那个二十一岁的白眼狼 怪不得当时 她看我的眼神如此惊讶 怪不得我明明没透露过房子的事 嫂子却知道 我刚在城里买了房 之前总觉得哪里奇怪 如今却是撕拨开了层层迷雾 我的眼神冷了冷 停下车 到了 客厅桌子上还摆着方才的丰富菜肴 嫂子坐在桌边 看到我来殷勤的起了身 嘶杨呀 真是麻烦你了 还让你帮忙摆着孩子接回来 我没有理会 只是开口把老师的话转述了一遍 老师说妙妙被县里的舞蹈团看上了 恭喜 李妙妙文言 骄傲得扬起脑袋 昨晚挑破的水痘 已经有了愈合结痂的意思 可新的水痘还在层出不穷 真的吗 我们妙妙要成舞蹈家了 我妈高兴地直叫 嫂子则要公道 我就说吧 这没多一排 整个气场都进化了 李妙妙赞同地握紧了妈妈的手 妈 我今天身上又长了好几个 你也帮我挑了吧 好好好 先吃饭 吃完饭妈就帮你弄 嫂子忙不迭地将桌上的鱼虾 一个劲地往侄女碗里塞 李妙妙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俨然一幅母子女校的温馨画面 我看着他们却忍不住笑出声来 姑姑你笑什么 侄女疑惑地问道 没什么 为你高兴 恭喜妙妙了 我真诚地说 这么热的天气 又是挑拓又是吃发物的 我能不高兴吗 想到这里 我赶紧趁他们庆祝时 偷偷溜出门走了 我可不想惹祸上身 我在省城工作 用我妈的话说 女孩子家家就应该当个老师 不要离家太远 上一世 我被虚伪地亲情束缚 她以为是妈妈想多看看我 每次回家都会大包小包的拿好多东西 如今想来不由得觉得好笑 无论我做多少 都比不上我哥的一句虚寒问暖 拿的那些东西 不过是为他人添了嫁衣 想到他们在我死后的深情表现 我的心彻底亮了 不过还好 这些年 我省吃俭用的攒下了点钱 贷款买了套小公寓 上一世 我把侄女也接到了我这边 小孩子学习需要空间 我就把梳妆台改成书桌 而今看着白满化妆品 口红的桌子 我笑了 既然老天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 那我就要为自己活一次 当天晚上 侄女发了高烧 我妈深夜给我打来视频电话 思扬 妙妙突然发了高烧 可怎么办呀 上一世 家里大事小事 我妈都会给我打电话 每期名曰我念书多有见识 我当时还天真的以为 是自己长大了 有了话语权 为此开心了许久 在我妈的洗脑下 王王哥和嫂子一说 我这边就全权安排了 如今想来 只不过是想把锅甩给我的手段 上下嘴皮子一动 谁不会呀 视频里的侄女脸稍得通红 脸上的伤口越来越严重 开始化萌流水 我关切地说 妙妙这是怎么了 思扬 村里的医生说是得了什么传染病 要送到城里的大医院 你快点回来 一向隐身的大哥拿过手机皱着眉头说 语气里加重了传染 哥你别着急 嫂子不是说这孩子体内的煤气吗 兴许正在排毒呢 就是就是 嫂子文艳硬喝着 人家大师说了 排毒过程中可能会有不适 这都是正常的 等磁场进化后 咱们妙妙就是最幸运的小孩了 我哥一时被噎地说不出话 你们再观察观察 我也赞同地说道 好吧 我哥见状也不好多说什么 事实上 比起嫂子 他才是那个真正的甩手掌柜 哥 如果有什么需要 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我 我情真意切地说着 对着镜子化了个美美的妆 好了 关到手机 美好的夜生活 我来咯 在酒吧哈皮了一晚 我昏昏沉沉地睡到中午 打开手机才发现 未接来电酒酒家 妈 怎么了 我回了电话 你还知道回电话呀 怎么不死在外面 我妈接起电话 破口大骂 你侄女发烧 烧到四十度了 刚刚送到门口诊所 啊实在是抱歉 我昨天手机没冲进去 电自动关机了 我超级超级超级愧疚地说 妙妙现在怎么样了 我妈反转镜头给我看 大夫正一脸生气地训斥我哥 孩子起水痘 怎么能直接挑破呢 会感染的知不知道 这种高强度传染病 很容易占给其他人 我哥哪里受过这种委屈 转身把所有苦水倒给了嫂子 嫂子在一劲 骂大夫是佣衣 然后安慰着李淼淼 别听那大夫瞎说 你的没毒妈妈都帮你排了 磁场进化后 邪魔都不敢入体的 不要害怕 妈你别着急 我这就叫车过去哈 电话那边 我哥妈妈咧咧地和嫂子吵架 半晌 也不知是谁挂掉了电话 我去厨房下了包面 又加了个尖弹 吃着追了几集电视剧 真香 眼看时间差不多了 帮他们叫了个车 折腾了一天一夜 李淼淼已经烧得不省人事 持续性高烧引起了哮喘 医生说 恐怕以后很难再进行剧烈运动 我这个当姑姑的 自然要去看看住院的侄女 去的时候 正听见哥和嫂子在病床前吵架 不是你说 没毒排进就好了吗 怎么孩子现在得了哮喘 得花多少钱 你还好意思说我 嫂子像被点着了的炮杖 一下子跳了起来 孩子孩子我带 老人老人我照顾 你一天天递不着家 你带回来钱了吗 你说 你是不是在外面养了别的女人 嫂子越说越激动 竟两眼一黑昏了过去 我哥和我妈连忙叫了护士 这幸亏是在医院呀 还省了救护车前 一查不要紧 嫂子竟然怀孕了 这下我哥不说话了 乐呵呵地抱着嫂子 我妈也不管侄女了 张罗着回家炖鸡汤 嫂子越发相信自己的理论 还发了条朋友圈 配文 没气一清 好运自然来 一家人都在为这个新到来的小生命雀跃 一忘了还躺在病床上的李喵喵 但我没有忘 我还为她准备了礼物 喵喵 感觉好点了吗 这是姑姑送你的礼物 我掏出准备好的芭蕾舞裙 嗨嗨 谢谢姑姑 李喵喵开心极了 身衣也甜甜的 不用谢 我慈爱地笑道 好想看看上一世那样爱美的女孩 是怎样带着可不得疤痕 穿着她最喜欢的舞裙 她脸上的伤口已经开始脱落 留下了大大小小的疤 还有胳膊上 腿上也是 不过医院没有镜子 她也没有功夫顾及 嗨嗨 怎么不见爸爸妈妈 现在的李喵喵说话都止不住地咳嗽 你爸爸妈妈也有礼物要送给你呢 我故意卖了个关子 继续说道 你就要当姐姐了 开心吗 妙妙喜欢弟弟还是妹妹 嫂子正大年纪生孩子也不容易 你以后可要多照顾照顾她呀 李喵喵眼里闪过一丝横利 我假装没看到的样子 时间一晃而过 上一世 李喵喵成绩平平 这一世却成了班里学霸 即使因为生病 落下了大半个学期的功课 也还是名列前茅 老师们都觉得匪夷所思 说她进步非常明显 嫂子则高兴地哇哇乱叫 说这都是她功劳 逢人就夸 多亏了她当时把孩子体内的煤气都排掉了 才能这么顺利 我在心里冷笑 想都不用想 21岁的灵魂去做小学考卷 她也不怕别人笑她欺负小孩 一听说李喵喵要作为优秀学生代表 在毕业典礼上表演节目 妈和嫂子就赶紧在全村宣传 妙妙是家里的第一个小辈 你怎么能不来 我妈在电话里是这样说的 她又用一家人的言论给我洗脑 李喵喵选了一曲小天鹅 她穿着我送的芭蕾舞裙上了台 一一声会高昂修长的脖子 真的像是一只白天鹅 只是脸上画的浓妆有些格格不入 虽然跳得重归重举 但和同龄的孩子比已经相当好了 一舞曲弊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由于哮喘 李喵喵跳舞要比别人更加费力 这才一会儿功夫就气喘吁吁 她的妆被汗水弄湿了些 露出斑斑点点的疤痕 大小不一的小坑 在聚光灯下显得油尾醒目 你们快看 她的脸怎么了 一个声音说道 嫂子也愣了一下 刚想好的炫耀说辞 硬生生憋了回去 台下的声音越发嘈杂 李喵喵强装镇定 额头的汗珠却越来越密 主持人见状赶忙上去救场 到了下一个节目 芭蕾舞表演者王小薇 上一世 李喵喵也向我提起过这个名字 当时她刚刚跟我来城里念初中 突然有一天哭着闹着要学跳舞 为什么喵喵想学舞蹈呢 好不好 好 那天李喵喵蹦蹦跳跳 高兴极了 再后来 侄女如愿进了舞蹈团 某次我嫌要是提起 那你以前的朋友怎么样了 谁 就是你说想和她一样学跳舞的 叫王 王小薇 侄女答道 随即不自然地说 小学毕业后 她在工地摔断了腿 再也站不起来了 啊 我本以为那是侄女的伤心事 从此再没提过 如今想来 这事似乎另有蹊跷 妹妹真棒 身旁的男子脸上是止不住的骄傲 我看着舞台上女孩灿烂的笑容 心里一阵心酸 不难想象到 上一世坐在轮椅上的她 该是多么的无助 她的家人又该动伤心 马上该放暑假了 记得提醒妹妹注意安全 我同男子说 离建筑工地远一些 男子用怪异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没有做大 9月是新学期的开始 我终于下定决心向领导辞职 我说我想试一试 人生别的可能 领导同意了 安排别的老师来和我交接 看到来人 我们都惊了一下 一口同声道 怎么是你 前来交接的老师 正是王薇的哥哥 他叫王琪 我向他交代了一些工作上的事 临走时他叫住了我 李老师 多谢那天你的提醒 要不然我妹妹她 得知王小薇平安无事 我也不由地笑了起来 让她好好学跳舞 将来一定会成为优秀的舞蹈家 看来 我的重生 还是带来了一些意义的 日子过得很快 嫂子的肚子也越来越大 我妈看着她尖尖的肚子 开心极了 说这台肯定是个男孩 我哥乐的每天都要摸上几摸 运气不方便 侄女主动揽下了很多家务 做饭拖地 嫂子逢人就夸 说排过毒的宝宝就是贴心 这天 侄女刚拖完地 嫂子脚下一滑摔倒在地 家里人敢忙手忙脚乱地 把她送到医院 过度惊吓引起早产 只一个下午 孩子就出生了 我哥给取了个名 李亮亮 小侄子生得白嫩可爱 所有人都在为她的降生而欣喜 只有侄女不同 酷暑的夏天 李妙妙身着长裤长袖 戴着口罩 一言不发 我的脸脱口而出 真恶心 李妙妙眼里瞬间勤满了泪 哭着跑了出去 作为最温柔良善 善解人意的姑姑 我当然是赶紧前去安慰了 妙妙 别难过 姑姑 李妙妙哭着因为进我怀里 姑姑对不起 我错了 我心中冷哼了一声 我知道 这是21岁的李妙妙后悔了 后悔她亲手杀了世上最爱她的人 不过 只后悔怎么能够呢 傻孩子 你在说什么呢 我用手指轻轻拂去她的眼内 有姑姑在呢 姑姑 你可以带我走吗 李妙妙依然用上辈子那种 楚楚可怜的眼神望着我 可她如今脸上都是可怖的疤痕 配上这眼神 看得人毛骨悚然 感觉到后面的来人 我继续温柔地说道 姑姑最近换工作了 没有时间照顾妙妙 妙妙不想待在妈妈身边吗 听到李妙妙的沉默 身后的嫂子再也忍不住 冲了出来 好啊 你这臭丫头 老娘辛辛苦苦养你到这么大 你要跟别人跑 我打死你 夕阳下 嫂子和侄女追着打 嗯 怎么不算是母自自肖的温馨场面呢 后来 李妙妙最新舞蹈 可她天赋实在一般 再加上练舞占用了过多学习时间 她的成绩一落千丈 上一世 在我的督促下 尚且只考了个普通高中 这一世 硬是没过险 到底是自己女儿 哥和嫂子又给我打了电话 四娘呀 你看你侄女中考发挥失常了 你能不能给安排一下 好大的恋爱呀 我是市长 还是教育局局长 还我给安排一下 这可是中考 55分留的中考 哥 妈 忘了告诉你们了 我辞职了 现在换了一份新的工作 瑜伽教练 我妈听了之后破口大骂 骂得要多难听 有多难听 说我放着好好的老师工作不干 跑去卖肉 啊 恐怕她只是担心我不能按时 往家里打钱了吧 不过 我话风一转 我可以拖之前的同事 帮帮帮找找私立高中 真的吗 电话那边的声音喜出望外 嗯 不过我记得 小侄子也要上幼儿园了 这只能求人搞一个名额 可怎么办呢 我假装为难的说道 奶奶 电话那边传来李淼淼的声音 电话被匆匆挂断了 过了一会儿 我收到了大哥发来的微信 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还是给亮亮找个重点幼儿园吧 啊 我就说 重男轻女家庭里长出来的孩子 怎么会一视同仁呢 这就是李淼淼宁愿杀了 我也要回的家 那就让他这辈子好好享受吧 后来 我就没有什么那个家里的消息了 他们觉得我做的工作说出来丢人 不仅很少同别人提起 逢阳过节也不愿意让我回去 不过我做的挺开心的 因为经常锻炼身体变得更好了 连上一世的心脏问题也渐渐好转了 我做瑜伽教练这事 王琪也知道 当初因为新学期的工作协调 我和王琪加了微信 他起初得知我去当了瑜伽教练 也是一脸的诧异 怎么 觉得有辱斯文 没有 就是感觉从物理老师 到瑜伽教练的胯度有点大 王琪挠了挠头说道 其实我感觉你挺勇敢的 能勇敢坚持自己热爱的事 就像我妹妹一样 王琪是个媚控 就破冠破摔 你妹妹怎么样啊 她现在可是少年歌舞团的领舞 忙得家里想去餐都要提前预约 我轻轻地笑出了声 想起女孩在舞台上发光的模样 不由在心里感慨 真好 你侄女呢 我听说她最近 听见李淼淼的名字 我忍不住皱起眉头 上一世 我将李淼淼接到身边 不仅悉心教导 还给她提供了优质的教育资源 这一世 自从侄子出生后 嫂子私心里想让她多干点家务 只让她在县里上了个普通初衷 十几岁的青春期 充满了敏感的自尊 和纯粹的恶意 她们对着李淼淼支持点点 笑话她这样满脸窗疤的丑八怪 还想跳芭蕾 真是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哎 不过那都是你哥和你嫂子的事情 王琪接着说道 王琪的这句话 如石子扔进平静的红面 荡出层层涟漪 自重生以来 无人时我也会暗自纠结 仿佛既放不下前世的恨 也放不下前世的情 是啊 这些本就该是我哥和我嫂子的事情 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释然的笑了笑 谢谢 王琪也回了我一个笑 王老师你知道吗 你还是笑起来比较好看 嗯 我知道 再次听到李淼淼的消息 是在一场全国舞蹈大赛上 我受王琪邀请 观看她妹妹的比赛 没想到李淼淼也在 多年未见 李淼淼已经长成了大姑娘 原本坑蛙的疤痕 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变越大 就算容装艳膜也很难盖住 过多的家务活 让她没有时间进行身材管理 再加上租赁的不合身的舞蹈服 勾勒出身体一言难尽的线条 李淼淼跳的还是小天鹅 可一出场就引得一阵虚声 这是哪来的大妈 下去 下去 观众的唏嘘让李淼淼更加紧张 她一紧张就出汗 汉字弄花的妆容更显得可怖 她最后没开始表演 就捂着脸跑了 为了救场主办方 只得让中场休息 连带着个评委老师都十分不满 看到我妹妹小薇了吗 王琪压低声音焦急地问 怎么了 她刚才说出去一下 结果到现在还没回来 糟糕 直觉告诉我 这是和李淼淼脱不了干系 我和王琪约定分头寻找 在一扇消防门后 我似乎听见了熟悉的声音 淼淼你别哭了 你平时跳得真的很好 在我心里你就是最美的 王小薇轻轻地安慰道 滚啊 李淼淼咆哮道 一把扯住了王小薇的头发 为什么 为什么重来了一世 我还是不如你 为什么你有哥哥疼爱 而我就只能在家照顾弟弟 你看 这就是李淼淼的逻辑 她从不会把失败归结于自己 上一时她怪我 这一时她怪王小薇 两人朝楼梯的方向 一步步后退 为什么你现在还能跑跑跳跳的 你明明该摔断腿的 李淼淼说着 就要把王小薇推下楼去 我本想拉住王小薇 却一个没站稳 自己跌了下去 看清是我后 李淼淼愣了一下 随即撞落蜂膜的大笑起来 面容也变得越翻扭曲 嘶扬 王琪冲过来抱住了我 嘶 疼 我疼得哼了一声 应该是骨折了 好在没什么大事 主办方及时报了警 警察很快就来带走了李淼淼 那个楼梯间 装着摄像头 人证物证俱全 商人未遂 李淼淼被关进了哨管所 虽然还没成年不用坐牢 但小小年纪就有了案底 以后恐怕没有舞蹈团再敢要她 这一事 李淼淼亲手断送了她的舞蹈梦 那天 我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说她想见见我 我去了 隔着玻璃 李淼淼静地站在窗户前 她穿着我送她的舞蹈裙 从前美丽的舞裙 已经有些泛黄发旧 但看得出来 主人非常爱惜 可毕竟是十岁的尺码 如今的她穿起来很是困难 过于紧绷的衣服 勒出了她腰间的肉 再加上未加掩饰的疤痕 显得有些滑稽可笑 李淼淼看见我来 憔悴地笑了 那笑容 不是现在十五岁的李淼淼 而是上一世二十一岁的李淼淼 姑姑 你回来了 她点起脚尖 提起裙摆 跳了一支 与前世一模一样的舞 可还未跳完 她就脚步虚浮地倒在地上 咳嗽不止 对不起姑姑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原谅我 妙妙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明白 我假装糊涂地说道 你放心 你爸你妈 肯定会提前把你救出来的 你可是磁场纯净的福气宝宝呀 我不会承认自己也重生了 我要让李淼淼淼 带着上辈子最美好的回忆 和最强烈的愧疚活着 不抱任何希望的活着 走出少馆所 远远看见树下站了两人 是王琪和王小薇 小薇正开心地朝我招手 姐姐 我笑着也招手回应 你们怎么过来了 担心你呀 伤刚好就跑过来了 王琪看着我 眼里是说不尽的温柔 爱是尊重 是常感亏欠 是听说了我的故事后 王琪温暖的怀抱 她说 爱人如养花 她想把我重新养一遍 当女儿 当妹妹 当爱人 这一事 我终于找到了爱 我已经很久没有家里的消息了 听说李淼淼从少馆所出来后 性格越发偏执 每天什么都不做 就只抱着舞蹈裙又哭又笑 嫂子看不下去 与她争吵 却在推嗓中意外去世 李淼淼又进了橘子 在里面受了刺激自杀了 我妈也如愿和她宝贝儿子 宝贝孙子 过上一家人的生活 他们还惦记我的房子 而我早早就卖了房子 和李奇到新城市 开始了新生活 这样也挺好 我该尽的情分 上辈子够了